民众往往对司法感到相当的严肃 而且非常强硬的感觉 不过硬性的司法当中 也有柔性的司法 台中地检署推出了 宣导修复式司法的微电影 利用真实的案例改编 让地检署的员工来演出 让民众也更加了解到 柔性司法的服务内容 台中地检署这几年 不断推出系列的宣导影片 而这次所推出的机会 有没有微电影 主要是以修复式司法为主轴 另外同时让民众 更进一步的认识柔性的司法 看完所有卷证后 发现你们两位 其实之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发生这件事情 我想你们心中都十分的痛苦 那我们现在法务部呢 正在推行一个修复式司法的机制 那它可以让我们暂时 先不要去考量形式上的追溯 让我们优先来看看 厘清事实的真相 还有责任承担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提供给你们一个对话的平台 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我们的主题 机会有没有来传达修复式司法 以及台东地区严重的酒驾问题 那希望借由修复式司法这个机制呢 能够让加害人受害者 透过沟通的一个管道 让这个被害人的伤害得以弥补 让这个加害人得以忠心的悔改 而维定影中的演员都来自台东地检署的员工 第一次演戏的他们虽然很不适应 但是看到了剧本之后 了解到了修复式司法的重要性 也都认为应该要让民众更加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比较刚硬的司法以外的 算是柔性司法 他提供了一个主要我想应该就是被害人心灵上面的慰藉 除了说犯罪的人受到应有的处罚之外 那有时候心理的结是没有办法解开的 那借由这个修复式司法的平台 那我觉得借由这个平台的话 可以让当事人的心里面会比较真正的放宽心 因为我在片中饰演的是加害人 所以我会比较从加害人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假如加害人在事件上可以得到真正的原谅 然后并且尽力的去弥补之后 我觉得更能够帮助他复归社会 修复式司法推动到现在已经快十年 不过民众普遍对于这个机制感到陌生 透过这次的微电影内容 也让民众知道台湾的司法不是这么严肃强硬 而是以一个柔性的管道让民众沟通调解 而在未来地检署也会持续地拍摄宣导系列为电影 以最小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宣导效能 记者财神汉财东市报道